大家好,我是epixia 今天应粉丝的要求来做一期历史上的贾许 那么我们开始吧 贾许自闻合,无微姑赃人 在年少时代的他并不出名 很少有人知道他 只有当时的梁州民事严重 觉得贾许与众不同 有张良陈平那样的才能 后来贾许成为狼官 但又因病辞官 在返回家乡的路途上遇见了叛乱的第一人 贾许就说 我是段炯的外孙,你们别伤害我 我的家人会拿重金来数我的 当时,段炯是汉朝的太尉 更是守卫边疆的名将 威震稀土 所以贾许就用段炯的名号来吓唬敌人 果然,敌人不敢对贾许做什么 送走了贾许 但和贾许同行的人全部都被杀死 公元189年 董卓进入洛阳把控朝廷 贾许就以太尉蜀官的身份成为平津都尉 后来升迁为陶鲁校尉 当时贾许就在董卓的女婿牛斧的军队中 后来牛斧派遣李爵 郭四、贾许等人一起出兵攻打孙奸 大破孙奸 孙奸率领数千骑兵逃走 公元192年 董卓被吕布杀死 牛斧也死去 董卓的旧部都非常的恐慌 李爵、郭四、张继等人想要解散大军 逃回乡里 这时贾许说 听闻长安城中正在商量着怎么把我们斩尽杀绝 而现在诸位想要抛弃军队独自逃跑 这样的话一个艇长都能把你们给抓了 不如我们率领大军进攻长安 为董公报仇 运气好的话 我们就可以尊奉天子 征服天下 如果没有成功 到时候再逃跑也不晚 众人接受了贾许的建议 攻破长安后 贾许成为了左平义 李爵等人想要封贾许为侯 贾许却说道 这只是一个救命的计策 算不上什么功劳 后来 李爵等人又想封贾许为尚书蒲叶 贾许就说 尚书蒲叶是百官的师长 天下所望 而我的名望不高 难以服人 即便我贪图虚荣 但这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最后 贾许成为尚书 李爵等人虽然很亲近贾许 但同时也很忌惮贾许 后来贾许的母亲去世 贾许辞去官职 但仍被败为光禄大夫 公元195年 李爵郭四两个人的关系逐渐恶化 最终演变成双方在长安城中的交战 李爵请贾许为宣义将军来帮助自己 在这期间贾许不仅帮助汉县帝出逃 还保护了大臣 后来李爵郭四罢兵言和 天子也已经逃走 贾许就又归还了官印 当时一个名叫段威的将军 和贾许是同一个郡的老乡 贾许就去投靠段威 此时的贾许已经变得非常的知名了 段威是既尊敬贾许 又害怕贾许会来夺权 但在表面上对贾许很好 贾许在看出段威的内心后 就变得非常的不安 当时张秀在南洋 贾许和张秀互相结识了对方 张秀就派人去接贾许 在贾许临走之前 有人就问贾许 段威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离去呢 贾许就说 段威深信多疑 已经有猜忌我的意思了 虽然给予了我很高的待遇 但时间久了 肯定会被他所害 现在我离开 他肯定会很开心 我还可以帮他找到外援 他也肯定会后代我的妻子 张秀没有谋事 也很希望得到我 这样我和我的家人 都能得到最好的结局 果然 贾许到了张秀那里后 张秀对他很好 段威也善待了贾许的家人 公元197年 在贾许的劝说下 张秀和刘表联合 后来曹操率兵去进攻张秀 没能攻下 就退兵走了 张秀率兵追击 贾许阻拦道不要去追 追的话必败 张秀不听 追上去和曹操交战 大败而归 贾许又对张秀说道 现在再去追击 再战必胜 张秀说 我前面就是没有听你的 才落得如此大败 现在为什么还要去追击 贾许说道 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在去追 肯定能够取胜 张秀听取了贾许的建议 收拢士兵再次追击 果然取得了大胜 张秀不解的问贾许 我前面率领精兵去追击曹军 而你说我必败 我败退回来后 你又让我以这些残军败将 去追击刚刚获得胜利的曹军 你说我肯定会赢 而一切也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发生了 为什么呢 贾许回答道 这个简单易懂 将军虽然善于用兵 但不是曹操的对手 曹军虽然退走 但是曹操肯定会亲自断后 追兵虽然是精锐 但是主将不是对方主将的对手 况且他们的士兵也是精锐 所以我知道您必败 贾许接着说道 曹操进攻我们并没有损失很大 或者做了什么错误的决策 没有用尽全力就退兵了 肯定是他的后方有所变故 而这时他已经击败了您的追兵 肯定就会全力往回赶 留下部将来断后 曹操的部将虽然勇猛 但不是您的对手 所以您用残兵败将也能击败他们 张秀表示 我服了 公元199年 曹操和袁绍在关渡对峙 袁绍派人去招降张秀 并且写书信尝试交好贾许 张秀本来打算答应 但是贾许却直接拒绝了袁绍的使者 并且说道 袁绍连自己的兄弟都不能相容 能容纳天下之人吗 张秀恐惧地说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该怎么办 贾许说道 不如投降曹操 张秀说 袁绍强大 而曹操弱小 我们又和曹操有仇 为什么要投降曹操 贾许回答道 第一 曹操迎奉天子来号令天下 第二 袁绍强盛 我们这么点人马去投靠袁绍 他也不会太看重 但曹操弱小 得到我们的援助必然大喜 第三 曹操有霸王之志 所以他不会计较以前的那些私怨 以明德和广阔的心胸 来让天下人臣服 张秀接受了贾许的建议 投降了曹操 曹操大喜 牵着贾许的手说道 让我信誉 名扬于天下的人 就是你了啊 曹操拜贾许为直经狱 丰都亭侯 冀州墓 但当时冀州还在袁绍的手上 贾许便成为参司空军士 公元200年 袁绍在关渡围住了曹操 曹军已经没有粮食了 曹操就问贾许怎么办 贾许说您比袁绍更加的明智和勇猛 也比袁绍更加懂得用人和决断 您有自四胜 但和袁绍相持不下半年的原因 是因为您顾虑和担忧的事情太多了 您现在需要做的是果断地抓住一个机会 很快就能取胜 曹操说 好 后来曹操出兵大扑袁绍 河北也平定了 曹操自己成为冀州墓 贾许改任为太中大夫 八年后 公元2008年 曹操南下得到了荆州 想要接着进攻江东 贾许却说 明宫宁之前击败了袁绍 今天又收复了汉南 威震天下 现在只需要安抚百姓 等待时机 就可以不用这么劳师动众地去进攻江东 而江东自己也会臣服于宁 曹操拒绝了贾许的建议 结果战败而归 公元211年 曹操和马超寒碎在渭南大战 马超受挫后想要割地求和 并且送子女为人质 贾许建议道 可以假装答应他们 曹操又问 那我们该如何击败他们 贾许说 离建 曹操采纳了贾许的计谋 写书信离间马超和韩翠 致使他们内乱 随后曹操出兵 一举击败了马超和韩翠 公元217年 当时的曹操还是五官中狼将 而曹植已经是林姿侯 有很高的才气和名声 有和曹操争夺记载人的资本 曹操就派人去问贾许 我该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 贾许就说 希望将军能够弘扬道德 勤恳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不要做违背孝道的事情 就可以了 曹操采纳了贾许的建议 后来 曹操来问贾许 关于立谁为继承人的问题 贾许没有回答 曹操问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 贾许说 我刚刚在想事情 所以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曹操问 想什么呢 贾许就说 我在想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的事情 曹操哈哈大笑 便决定立曹批为继承人 在这里我简短地解释一下 袁绍和刘表 都是因为对立继承人犹豫不决 费掌立右 而导致内部分裂 或者年幼的继承人被属下控制 最后被曹操各个击破 或者投降曹操 贾许在这里是在暗示曹操应该立掌 也就是立曹批 贾许自认自己不是曹操的旧臣 而且策谋深长 害怕曹操猜忌自己 所以闭门不与其他人交往 他的子女也不和权贵结亲 当时天下人谈论智谋之事的时候 都对贾许十分的推崇 曹批在公元220年登基称帝 为了报答贾许的恩情 封贾许为太尉 卫兽相侯 增加十亿三百户 总共八百户 又给两百户十亿给贾许的小儿子贾访 大儿子贾木成为驸马都尉 后来曹批问贾许 我想要一统天下 吴国和蜀国 我应该先讨伐哪一个 贾许回答道 陛下应该先见识国家 等待时机 吴蜀虽然都是小国 但都有天然的地理环境 来抵挡我们 刘备诸葛亮 孙权陆逊 也都是十分有才能的人 所以陈认为 我们应该先文后武 先见识国家 等国家的实力强大了 再新兵争讨 曹批不听 大败而归 贾许在公元223年去世 终年77岁 嗜好肃猴 Goodbye